1. 打油尸 医院人多不讲价 到了医院最听话 让你交钱你交钱 让你干啥你干啥 辛辛苦苦三十天 也就挣个三四千 到了医院才知道 花完也就一两天 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并回到解放前 万水千山总是情 没有健康 真不行 2. 快乐摇 日落西山人未老 抓紧时间到处跑 可别等到腿不好 让人扶着走不了 外面世界真美好 健康快乐少烦恼 夕阳不会无限好 快乐一秒是一秒 3. 健康哥 远看医院像天堂 静看医院像银行 走进医院是牢房 不如提前去预防 健康是无形资产 保健是银行存款 疾病是贷款还款 大病会倾家荡产 莫把此言当调侃 带到真实 毁已晚 4. 养生的作用 有人问我 养生有用吗 我问 你们家每天都锁门吗 他答 锁门 我问 为什么 他答 防小偷 我说 那小偷啥时间来呢 他说 不知道 我说 养生就是你健康的一把锁 防病 有人说 既然养生这么重要 那还要医院干嘛 这是两个概念 养生是为了让你 尽量不去医院 医院是为了让你 尽量不去天堂 所以 智者花钱养生 愚者花钱治病 5. 长寿秘方 喝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 睡觉是长寿的第一大补 走路是健体的最好运动 唱歌是心情愉悦的最好娱乐 枸杞爱上了菊花 眼睛就亮了 山药爱上了灵芝 血糖就低了 三七爱上了山楂 血压就降了 绝明爱上了荷叶 大便就通了 莲子爱上了芡石 脾胃就月化了 黄芪爱上了当归 气血就顺了 茯苓爱上了一米 湿气就趋了 金银花遇上角古兰 炎症就消了 莲子心遇到了麦冬 心火就清了 孙枣仁遇上了龙眼肉 睡眠就好了 你爱上了养生 美丽健康就来了 6. 预防老年痴呆的良方 在群里冒泡 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良方 世界上最好的长寿药 就是喝水 睡觉 走路 唱歌 群里冒泡这五样 最重要的是 它们都是免费的 美好的一天 从别忘了这五种长寿药开始 7. 大自然的秘密 上苍真的好神奇 你说巧不巧 人体有365个穴位 一年刚好365天 人体有四肢 一年有四肌 人体有12条经络 一年刚好12个月 脊椎有24节 一年刚好24个节气 人有七翘 一个星期有七天 人与大自然完全吻合 厉害啊 所以我们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 一日之际再于晨 一年之际再于春 祝各位幸福快乐 平安健康每一天 阅读完后 不要忘记了给朋友都看看 财富不是一辈子的朋友 朋友却是一辈子的财富